我必须要分割总检察长职权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了 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组织的法律 在选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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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体制改革特别民主委员会 还有反领导国会议员总检察长 以及首相署法律事务组开会讨论之后 政府已经同意成立两个特工队 认真甜蜜的情 труд 本人不 sa 进日到原两个特工队 反送欣赏科进入辞来增加特别民主委员 salud 推还了想要均匀偷选举� sagen 借此事务情顾客的绘举选举选举和尽举选举 什么绘点什么绘举选拥去 换一个那次绘cio公司 那四尾 他拆总检查署在打败之后的权务法律以及人员分布等等这些 他也提到他工队员会在医民学院里 与这一份对总检查署权力分配的权力解决报告 然后呢再提成到那个去进行讨论 那到底为什么政府现在要拆开总检查署的选意呢 首先大家要先讨论 现在的总检查署同时在半点四个角色 第一个解释它是正常的法律局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法律是解控单位 在这边它是低等级法庭法官的主管部门 而最后它还是负责草民法案的机构 以上最大的提出 第一个单位传入 因为当它们的案例跟公共产党一致的时候 所以它是会涉及到非常严重的力量 但是这些政府已经决定 可以决定要对总检查署進行改革 来让这个机构呢变得更加透明了 虽然基金委員党一致肯定立法议 只论选择境外的检查署 可视不定的意见 总检查署直接分割 有各种想法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